这里是一路人间的一方敬礼 这里是诗情画意的人间天堂 这里是孕育长寿的养生福利 这就是世界第七个长寿香 中国交流 都说北回归县穿越的地方总会有奇迹 在华南广东有一个神奇的地方 郊里960平方公里的面积 恰好是中国国土的万分之一 在这里三千多年前的商周时期就开始了人与自然相容共生 在这里山藏翠水温润人和喜 在这里创造了一个世界长寿传奇 长潭 高峡出平湖 船在水中走人在画中有 一线天水龙潭飞破 虽然没有飞流之下三千尺 却给交流之下三千尺 却给交流带来万种风气 吴怡达 九十二岁 不服输不服老 今仙客家男人摆涩 陈甘泉 黄瑞英 夫妻同龄 包容谦绕 用七十一年的婚姻 全是了相濡以沫 白头偕老 九十六岁的钟红梅 每天坚持骑行十公里 不停的车轮就是她追寻快乐时光的脚步 一百零二岁的赖亚满 五世同堂 用母爱补育了一百一十六个贤孝子孙 徐祥钊 徐祥钊 一百零九岁 早睡早起 爱运动 是她百年的生活习惯 十湖村 一个一千九百七十三人的小山村 今婚夫妻六十八对 八十至一百零三岁老人 一百一十三位 难怪有人感叹 这是一个老人物 老板三岁地来了 交领人的一天从三岁地开始 瘦肉 猪肝 粉肠 煮出红润的汤汁 成为海内外交领人 心心相念的交领味道 鱼 红菇 黑米 蜂蜜 茶叶 成就了世世代代交领人的舌尖享受 山水相连 血脉相通 二十三万人口的交领 在台乡亲却超过了四十六万 所以有人说 大陆一个交领 台湾有两个交领 祖籍交领的数学巨人 秋成童 光耀丧子 秋冯甲 罗福星 谢晋元 抗日三英节 是交领人的骄傲 树高千尺 不忘根 2012年 国民党荣誉主席吴伯雄 配同夫人 为老家交领祭祖 寻耕之旅 圆了他们回家的梦 为他为珍惜 这种精神 我们这次回来也表现出 我们圣中的追缘 云水思远的大 夜幕降临 滑灯闪烁 山水交成 披上了朴素的婉妆 土劳古韵 唯乌风情 交领无处不浪漫 长寿 这道独特的人文风景 蕴含着意味深长的生命哲理 逐年增多的百岁寿行 让凡浦归镇的交领 不再是传奇